一共三种菜 梅干菜 萝卜丝跟咸菜 这里面是猪肉 这上面是什么咸菜 咸菜 里面那里叫咸菜 超大一个 跟大包子一样 差不多了 这一个是17块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浙江的温州 来到温州的这个山区里边 今天来吃个当地的特色 叫永家麦饼 看就在这个前边 它是在一个山洞的下面 山洞里边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你们的永家麦饼是吧 对 哇好多馅儿 那边 本厨里面就是麦饼了 这个有撑过吗 这一个有几斤重 对啊一斤多 一斤一两 一斤一两 哇 这都是做好的 哦在这种这面筋上 哦就这种看啊 哇这种 这个不用往里加油吧 不用啊 因为有油嘛 哦 哦 先看 还要在这里烤啊 对 这里烤起来好看一点 有些地方的锅鸡那种炉子一样啊 那个锅鸡 那个烧饼 哦 烧饼 我们家的大饼 啊哈哈哈哈 大饼 哈哈哈哈 大饼是摘上去的 我们是上去的 哦你们讲的就叫麦饼 嗯 哦 哇这个馅儿 两种馅儿的吗 这个是 这个梅干菜 梅干菜 嗯 哦 就是三种 还有萝卜丝 哦哦 一个是大肉的 一个是梅干菜的 一个是萝卜丝的 肉都有肉 肉都有肉 就是菜不一样 哦 没名多加肉 价钱一样吗 嗯 价钱一样 呃是多少钱一个现在 17 17一个 哦 泡泡 有很多路过这方买的 安西多条 你半坡了 半坡了 我还有 7块 3块 没半菜 咸菜 3种 1块 1块 2块 1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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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很多它是路过 然后它就在一个应该是国道还是什么地方 然后山溅下面 你看真的是一座深山 还有点像送空的那个 五指山下 麦饼山洞九一麦饼 烧的炭 生意还是很好的 直接吃了 太热了 这个真的是可以充饥的 干粮应该也不错 我估计的一个一个一个一天就不用再吃其他的了 就可以饱了就跟那个新疆那个囊一样 我刚刚开始还想我说在这个半山腰上怎么卖啊 没想到这么多过路司机过来嘛 看短短一分多钟两分钟 刚那一框已经所剩无几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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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唐 好 我们也来一个 咸菜的切一下 咸菜的是最畅销的吗 对 那我选对了 冒着热气 你们这个店做了有多少年了 91年吧 91年 30多年了 这个你们就刚开始卖多少钱 几块钱一个 这个还有分量的 开始卖两块一个 也是这么大吗 一样的 那个时候所有的物价都低 我给你转钱 好嘞 我们买了一个 它让它切开了 这一个 提在手里还很有分量的 17一张饼 这是切了四份 我拿出来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颜色啊 它是先在那个 哇 一块肉 来看那个店饼中里边 烫 然后再 在那个烫火里边去烤啊 听那个声音 它应该是脆的啊 我尝一口 嗯 嗯 真的是脆的 这个也是最长的小子 他讲这叫咸菜的 你看里面 很多的肉 把相机拿下来啊 看一下 哇 酸菜 这个咸菜吃的是酸菜的 嗯 里面好多那种 肥肥的肉 吃起来好香 配上这个 酸菜的酸啊 这两个搭配刚好 不腻 哇 再来一口 嗯 这一张饼太大了啊 两个差不多就吃饱了 嗯 要看一下 永迦 卖点 它这个环境是 真的好啊 啊 很多很多过路的车辆啊 你看这边又有两三辆车在这停着 看看又有一辆车刚买了一块 它这个地方啊 就在一个国道边 然后 这其实是一个大的风景区哦 很多人路过 你看这个小哥 又提了一大包 很多人路过 他这边就会买回去 带给 可以路上当干粮也会带给家人吃啊 泳家卖饼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看 还挺好吃的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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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